莲花化身,不动如来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各位观众,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 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宗科巴大师菩提道次第摄诵 我们进入第二十四诵 以我善乐诸因果,他苦因果尽无余 如风去来行取舍,由此发心求加持 这一诵告诉我们说,自他交换的重点 以我善乐的因果来交换他苦的因果 而且如何交换呢?如风去来 如风就是呼吸 透过呼吸,我们吸入众生的恶业 呼出我们的功德、善业给众生 这叫自他交换,又叫失授法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呼吸 就在修一次的菩提心 这是非常方便累积菩提之良的法门 所以在藏传佛教 有一个格西叫齐克瓦格西 它很精通这个自他交换的法门 自他交换的法门呢 结果他曾经就用这个法门治疗的那个时候 占定很多的麻风病患 但是他有一个哥哥完全不相信佛教 会打猎、会杀身 他觉得我弟弟那个都是魔术、都是幻术 他不相信 然后齐克瓦格西在教授那些病患 自他交换就是失授法、呼吸官的法门的时候 他哥哥是不理的 但是他刚好就躲在门后面听 听了之后呢 他想我试试看 他哥哥就来试试看 试试看之后呢 嗯?一阵子过去了 齐克瓦格西突然发现他哥哥不杀身了 不打猎了 他内心开始去疑惑了 嗯?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发现呢 奇怪怎么每一次呢 我在讲自他交换的时候呢 门后面都有人呢 他就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 他觉得说既然这样 那自他交换的法门 对于一个不信佛教的人都有这个帮助了 何况是已经入佛门的人呢 所以齐克瓦格西就开始在大力的推广这个自他交换的法门 他自他交换呢 到什么程度呢? 灵命中的时候他发愿 希望我能够投生到地狱去 他弟子就很疑惑 诶?师父啊你怎么会发愿投生到地狱呢? 齐克瓦格西说 如果我不投生到地狱 那地狱的众生怎么有机会听到佛法呢? 诶?他是这样发愿的 结果他在灵命中前一个晚上跟弟子说 虽然我不断的发愿投生到地狱去 但是因为我这一辈子不断的修菩提心 现在十方诸佛的净土都派人来迎接我 看我要去哪一个净土怎么办? 我发愿往生地狱的那个善愿没办法实现了 像十方诸佛都派人来 你要哪一个净土随你选? 所以齐克瓦格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好好地修行菩提心 我们等于是拿到了十方诸佛净土的护照 所以为什么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 受持大悲陀罗尼者往生的时候 十方诸佛皆来受手 伸出手来 这个大慈大悲的行者 你要去哪一个净土都欢迎你 也就是说自他交换 不但不会伤害到我们 反而会让我们得到究竟的快乐 成就无上的佛果 所以自他交换是个很方便 而且很有效的修行的法门 立他的法门 在一呼一湿之间 就可以累积菩提之良 就是呼出我所有的善根功德 白法给众生 吸入众生的恶业 黑法自己承担 但在这一呼一吸之中 我们累积了菩提之良 摧毁了无量劫来的我执自我爱惜的执着 所以这是自他交换的法门 再来二十五 为令发心长不退 念其胜利日六修 短四黑法依白法 如理勤行求加持 第二十五宋告诉我们 为了增长我们发的菩提心 不管是因果七要义也好 自他交换也好 念其胜利日六修 一天至少修六次 一天修六次不是固定修六次 因为古印度分成昼夜六时 昼三时是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晚上呢 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所以我们讲念其胜利日六修 六修的意思是 不断的去串洗他 不断的去熏洗他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讲一句话叫 生处转熟 熟处转生 什么叫生处转熟 我们本来很陌生的菩提心 本来很陌生的念佛念法念僧 我们要把它变熟练 生处转熟 熟处转生 我们本来很熟悉什么 本来很熟悉起烦恼 本来很熟悉计教 本来很熟悉生气 这些法门 这些我们不好的习气 要把它熟处转生 汉传佛教就是这个样子 告诉你 不断的念佛 就是要培养你的菩提心 不断的念法 让你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最后了解因果体正空事 不断的念僧 透过服务大众培养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心 这就是窜息 所以为什么汉传佛教早课也念三归一 晚课也念三归一 早课念十大愿 晚课大忏悔文 后面一样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就是透过一种窜息的力量 来增加我们内心的强度 所以在静谱法门有一句话说 你平常静中功夫有十分 动中就剩下一分 动中功夫有十分 你病苦来的时候剩下一分 你病中功夫可以用到十分 临命中的时候只有一分得力 所以平常 为什么净土法门告诉我们 平常就要不断的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平常没有保持正念 哪一天你过个马路 突然间有一个喝酒驾驶的开过来 砰 你就傻在那里 那个时候没有阿弥陀佛 那怎么办 我们靠什么往生级的事件呢 同样的 如果今天没有平常的窜息 突然告诉你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你癌症末期 你就会傻在那里 癌症末期 那怎么办 念佛 所以各位菩萨 我们要知道说 平常的窜息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讲日六修 如果没有这样子窜息的话 哪一天就 诶 这个菩萨 你今天自己闭明喔 蛤 你在说啥 请问一下你的菩提心到哪里去了 然后等一下就 诶 这个菩萨你儿子死掉了 蛤 然后你的菩提心就不见了 你的什么 善乐珠因果 他苦因果 静无余就不见了 那我们的修行就变成 像空中楼阁一样 因为不稳固嘛 所以呢 我们不断的强调 因果七要义 至他交换要日六修 但是呢 日六修会 会逆啊 所以要念其胜利 菩提心是我们今世后世的资良 上法资良 我们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菩提心带着走 带着我们去净土 带着我们来世 是承愿再来度众生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承愿再来 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 不好意思 我们就承夜再来 你这辈子 杀一头牛 来世就做牛被杀 这没在讨价还价 因为你没有愿力 如果我们承愿再来的时候呢 下辈子我们就 没关系 我有愿力 我开十个护生源 救护无量无兵的牛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有资良 要有愿力 也有菩提心 菩提心是今世后世的善法资良 所以念起胜利 再来呢 我们要发心长不退 所以不断的要熏悉菩提心 所以如何熏悉菩提心呢 首先要天台中讲明字即佛 开始要去练习菩提心的语言 什么叫菩提心的语言 看到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对他修一次 就是他交换 能够修一次就能够修两次 能够修两次 我们就会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念念相续 不会停的 再来才会生生世世 培养一种生生世世 累劫以来的熏悉力量 我们换个角度想 我们烦恼 我们痛苦 我们起无名 我们贪嗔痴症 已经这么多劫了 如果我们今天把菩提心的种子 种下去了 我们也可以生生世世 累积菩提心的力量 而且会生生世世 辗转增长 再来就是断四黑法 一白法 这要解释一下 要断四种黑法 这个不是藏传佛教有的 讲到四黑法四白法 好像出自广论 这四黑法四白法出自 大宝基金 迦摄菩萨匹 迦摄菩萨问释迦摩尼佛 如何要利益众生 释迦摩尼佛说 要断除四种的黑法 哪四种黑法呢? 一依七狂善知识 一开始我们学 菩提道世纪赦颂 一开始告诉你 万善根本从师出 如果你今天七狂善知识 七狂师长的话 你就看不到真相 佛教的真相在哪里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之间 亲密无间 你跟你师长之间有隔阂 因为你七狂他 因为这样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 十方诸佛 还有善知识的加持 摄受 一切实处普摄乎 那个就变成空谈 所以七狂师长是 第一个黑法 第二个黑法也很重要 绝对不能犯教 那叫令人退失信心 什么叫令人退失信心 就像我们一开始讲 为什么要学习菩提道次第 有些人会说 你自己又还没断烦恼 那你怎么可以度众生 你自己烦恼这么重 你谈什么度众生 哇 对方一听到 蛤? 那我就不要度众生 不要学大圣 你退失对方的信心 那大家就不用修行了 或是有些人说 你又还没有吃素 你念什么经 不用修行 所以不要让众生 退失信心 这是第二个黑法 让众生退失信心 这很严重 第二个黑法 第三个黑法 毁谤菩萨 毁谤菩萨 那在入菩萨行动说 如果有个人 把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塔 全部拆毁了 不如你去一眼毁谤菩萨 因为菩萨在讲大圣法 菩萨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如果你去伤害了菩萨 佛说比多欲 过辱我心数节 你起一念心 你多一节地狱 你起两念心 就多两节的地狱 所以不要去毁谤菩萨 看到别人在做大圣的事情 在帮助众生 在救牛 在救狗 在放生 在失识 我们应该随喜赞叹 因为他在度众生 进一步讲 我们前面讲 如母的友情 菩萨在做的事 就是帮助如母友情的众生 在得到解脱 等于在帮助我们自己的妈妈 如果我们毁谤菩萨 等于在伤害我们的自己 过去无量生以来的妈妈 无量生以来的如母友情 所以这个罪过很大 所以叫第三个黑法 毁谤菩萨 第四个黑法 欺狂友情 什么叫欺狂友情 为什么我们说 受菩萨戒没有舍戒的 在大圣佛教里面讲 菩萨戒有受而不舍 有犯而不失 如果你舍掉菩萨戒了 你等于是 我答应了所有众生说 我要让你得到解脱 让你成佛 我答应了所有众生 我为了众生我要成佛 结果今天 我舍掉我的菩萨戒 就等于欺狂了所有的友情 我不管你们了 我要走了 在每一个友情身上都结罪 所以那是很大的过失 所以不要欺狂友情 欺狂友情就是 本来答应好众生 我们要救助众生的 今天突然间退转到菩提心 我不帮助众生了 那就是欺狂友情 所以这四个黑法 一定要断除 而且依白法 反过来尊敬善知识 劝他人发菩提心 称赞菩萨推广菩萨的法门 第四个是承担一切友情的利乐 这叫四个白法 如理勤行求加持 如经典上所说的道理 我们要精进的修行 为了这个我们求加持 第26 成就利他发弘事 为述圆满此誓愿 敬受大戒起大行 勤勇修学求加持 成就利他 要如何成就利他 发弘事 弘事也是一样的 汉传国家讲四弘事愿 第一个众生无边事愿度 为了度众生我们要烦恼无尽事愿段 而且要帮助众生我们要学无量无边的法门 法门无量事愿学 最后为了众生我要成佛的佛道无上事愿成 成就利他而发弘事 而且为了圆满这个誓愿呢 敬受大戒起大行 要开始受菩萨戒 而且行菩萨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愿菩提心而进一步道 行菩提心 所谓愿菩提心就是我要帮助众生 我绝对不舍弃一切众生 但是呢 这还不够 行菩提心 我开始要进行修行菩提心 如何修行呢 六度四摄 六度就是开始进行帮助众生的事情 我们讲如同石头叠成高山一样 用六度波罗蜜来完成成佛的高山 当然在六度波罗蜜以前 我们要先确立一个方向叫做 尽受大戒起大行 勤勇修学求加持 我们因为这样来精进勇猛的修行菩提心 要求三毛的加持 如何修菩提心 尽受大戒起大行呢 开始做不实波罗蜜 所以我们往下看二十七 讲六度波罗蜜第一 生命滋据三世善 各随所愿施有情 从心变现以不实 舍心增广求加持 大圣佛教里面 舍不实是入道之门 因为持戒忍入精进 一层比一层更困难 但是不实很快 曾经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个人问佛陀说 我很贪心 你叫我给一块我都觉得很痛苦 佛陀说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方便方便 你就拿个钱 从右手给左手 从右手给左手 这样总做得到了吧 那个人说好 就拿一个钱 右手给左手 慢慢地培养那种给的习惯 慢慢地培养给的习惯之后呢 他到最后就很会布施 他变成社会城里面最会布施的长者 另外一个是什么 有一天有一个婆罗门 这是一个佛教故事 出自百玉经 有个婆罗门 他很千贪 明明就很有钱 但是很贪心 看到别人供养佛陀 一个糖果 他就觉得说 哇我也要 他就跑一根佛陀要说 世尊啊 你是一切制人 那些你那么会布施 这个糖果布施给我 佛陀说可以 但是你要跟我说一句话 什么话呢 他说佛陀说你跟我说 我不需要 那个人觉得很奇怪 佛陀说如果你不说我不需要 我就不给你糖果 那个人又说好佛陀 我不需要 世尊把糖果给他 后来弟子们就问佛陀说 佛陀那不是打妄礼吗 他明明就要 你跟他说我不需要 佛陀说他累积以来 都没有种下不失 喊不需要的因 他不断的想要 不断的追求 不断的说我要我要 他这一辈子 他最后一生做人了 他如果再不培养 我不需要的那个心态 下辈子做恶鬼 再来就要堕地狱 所以佛陀说我方便的能力 告诉你我不需要 叫他去跟我说一声 我不需要用这个 我不需要的这个 舍掉贪心的心 他来生可以再做一次富贵人 而且他培养布施的心 所以讲各随所愿 稀有钱 而且如何布施呢 上面讲生命之具三世上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受用 我们的钱 还有三世的善根 有些人是我可以布施 我可以给钱 但是呢 我念一部经 我不要回向法界众生 这一部经是我的 我念一部地藏经 我愿以此功德回向我的儿子 愿以此功德回向我家庭平安 愿以此功德回向我怎么样 都是我 但其实呢 他说很怕把功德回向给众生 那这一部送告诉我们 三世上 不只要回向我们现在的功德 还要回向我们过去所做的功德 现在正在做的功德 未来没有做的功德 我们还要发愿 生命之具三世上 各随所愿 要随着我们发起的菩提心愿 来布施给众生 而且如何布施呢 不只是现实的东西而已 重新变现以布施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变食咒 看起来少少的米 透过我们念变食咒 重新变现 观想成无量无边的食物 布施给二鬼道 为什么我们要念 不空摩尼供养咒 透过我们念 不空摩尼供养咒 不空眷所观音菩萨的加持 让少少的食供养 变成如海一样大 如山一样高的贡品 来供养十方诸佛 叫重新变现以布施 这个不只是实际上的布施而已 而是要培养我们 舍心增广求加持 要培养我们自己 布施的那个念头 舍掉贪心的那个念头 而且舍心增广 同时也是对佛的供养 佛陀就希望我们 贪心少一点 不要那么执着 不要那么爱漂亮 不要那么爱钱 不要那么爱这些东西 舍心增广 让我们培养这个布施的心态吧 一起迈入菩提告的修行 所以大圣六度波罗命的修行 布施为首 好,我们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智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一零四年四月十一日起 至一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布施蚂蚁小鱼 自一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起 至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止 海内外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屏东庙云寺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祭礼拜 弥陀宝灿 护生 蒙山诗时 功勤 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二月六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 上午九点半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功佛摘天 即功颂普门品 恭请惠泰法师 战山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上午九点 地点 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明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霸观栽戒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宝法王》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